亂收钱卖签名照 马切尔事行这下大条路 马切尔在球季结束后 果然过得非常精彩 不仅提前离开曼宁传球学院 从德州大学兄弟会的派对上被赶出来 现在还乱收钱来卖自己的签名纪念品 专门买卖球员签名照的前客铁门 听说在今年1月冠军赛的时候 就和马切尔接触过 答应要给他扎扎实实五位数字的酬劳 ESPN的情报显示 小强尼除了签照片 签橄榄球 签小橄榄球帽 还签签签到铁门他家去 学美大学体育协会原本就有规定 球员不能擅自利用自己的知名度来捞钱 所以马切尔这下可能明年都不能出场 对 说的真对 就只有体育协会和大学可以捞钱 是不是 只是卖卖自己的签名照而已 哪里有这么严重啊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